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骑士摄影 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雪下雨 天气不太好 所以一直没有出来弯弹弓 不过今天太阳出来了 雨和雪也化了 今天是一个弯弹弓的好天气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两款弹弓 没错是两款弹弓 因为这两款弹弓比较相近 外形和性能上也比较相似 在之前我们介绍的大部分都是扁拼镜弹弓 或者是小型卡丘弹弓 有一类弹弓我们介绍的不多 就是重型卡丘弹弓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款弹弓 都是重型卡丘弹弓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重型卡丘弹弓是什么样的吧 好了各位朋友 我面前这两款弹弓 就是今天我们要评测两款重型手雷弹弓 它们在外形上有些相似 只是颜色上有些不同 在我右边的这款银色的是 王室雷暴手雷弹弓 一款非常老的弹弓了 非常老牌的弹弓了 也非常经典 使用起来非常顺手 然后在我右边的这款金色的是 亨布尔的云豹手雷弹弓 它用了金色的涂装 土豪金的涂装 看起来非常的霸气 非常的漂亮 这种重型手雷弹弓 使用起来对于新手来说 非常容易上手 因为对于新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瞄准和稳定了 它们有着非常科学的瞄准系统 以及这种万拖装置 能够把它固定在手上 非常稳定 所以大部分新手能够依靠这两个装置 在两天内就能达到十米打一来贯的水平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评测一下这两款弹弓 从开箱的阶段开始吧 我们现在来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评测这两款弹弓 在左边的这款是亨布尔的云豹手雷弹弓 右边的这是王室的雷豹手雷弹弓 它们俩之间的价格相差了接近50块钱 云豹弹弓要更贵一点 而王室弹弓会更便宜一点 之间价格相差了近50块钱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包装 这云豹弹弓的包装明显要大一点 可能内容更多一点 这也不一定 开了再说 王室弹弓的包装要简陋一点 先开开王室弹弓 很简单的包装 里面就是弹弓以及一些披荆组 然后我看看云豹 手雷弹弓 现在还看不到里面 上面垫了一层纸泡沫板 还有一层黄布 这才是真正的内容 包装上亨包云豹要更高档一点 把弹弓拿出来 这个王室弹弓之间配的东西是两副披荆组 还有一些皮多 还有卡珠 卡珠 王室弹弓的卡珠是5.5毫米的 来看看亨巴尔的包装 亨巴尔的配件是在底板下面 拿掉底板可以看到三副披荆组 然后还有一些卡珠 亨巴的卡珠是5毫米的 这两种卡珠是不一样的 包装和配置上亨巴云豹要更好一点 但是王室要便宜很多 我们再来看细节部分 亨巴尔的卡珠应该是4.5的 这么观察 应该是4.5的 小了一毫米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 它们之间的披荆组就不能通用了 再看看披荆组 这是亨巴尔的重型披荆组 位格应该不一样的 这是轻型披荆组 明显轻巧很多 细很多 然后王室弹弓的重型披荆组 重型披荆组 非常粗 非常粗 有点像应用胶管了 轻型披荆组比重型披荆组要小很多 然后它的重型披荆组和亨巴尔的重型披荆组相比 也要粗很多 这个披荆组起码有3060的规格 应该不止 可能会更大 不过我们今天都是拿最轻的披荆组来测试 两款最轻的披荆组 轻型披荆组都是1842披荆组 这是里面最轻的披荆组 使用8毫米的钢珠就可以了 重型披荆组的话 我们一般不测试 测试就测试轻型会比较顺手一点 然后再看看两款宫有什么特点 从外观上看乍一看上去像同一种宫 但实际上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宫柄是一样的 看起来造型是一样 但是它有些画纹 它这里亨堡云豹这里刻了一个云豹 两个字 但是王室雷豹的字是刻在这里的 王室雷豹 都有刻字 然后宫门上面相比的话 它的宫门造型也有点不一样 王室雷豹是六个宫眼 可以最大上六股 六股披荆组 六股的披荆组 亨堡最大可以上四股披荆组 这我觉得这没什么区别 一般只要上四股披荆组就足够了 没有上六股披荆组 六股披荆组的话 你威力并不能增加多少 不如上四股更粗的披荆就可以了 它们都有瞄准系统 王室雷豹的瞄准系统的话 就是顶端一个准心 亨堡云豹它的准心更多一点 有点像雷之音的准心 然后再看背面 王室雷豹的这个手柄 好像没有亨堡耳座的精细 并且没有它光滑 它是一二三四四个直头的植物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叫做指印都在上面 握起来应该手感会更好 然后在皮腕上面 亨把云豹所谓的弹弓 带两块枪瓷 王室雷豹弹弓没有这两块枪瓷 枪瓷的作用是可以吸附钢珠 钢珠可以储存在枪瓷上面 当我们把腕托打开之后 就可以这样固定弹弓了 使用后面的墙瓷吸附的钢珠 非常方便 王室雷豹所谓的弹弓 它没有枪瓷 所以我们需要用其他的瓷片挂在墙瓷 或者把弹弓放在口袋 把瓷片 把钢珠放在口袋里面 现在我们给它们都装上皮筋组 因为卡珠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皮筋组是不一样的 是不能通用的 如果卡珠是一样的话 就是可以通用的了 这个卡珠 亨堡耳的卡珠要小一些 大概4.5的 我们先装上亨堡耳 平行组往里面一卡 靠摩擦里就拉住了 很稳定 然后雷豹弹弓也是这样 好了 这两个弹弓都装上了四股披荆组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下 它们的使用效果了 对比一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从外观和细节上看 王室单弓 而不是这个亨堡云堡单弓要更胜一筹 但是它的价格也要比王室 雷豹水单弓贵接近50块钱 这是一个 这是不是一个小数字 接下来我们评测使用效果 就是看来我们评测使用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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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讲解一下 像这种重型手流弹弓 是怎么持功 怎么设计的 以及怎么瞄准的 以这个亨波尔云豹弹弓为例 我们把腕托打开以后 展开之后 从这个腕托里面把手伸进去 伸进去之后握住弓柄 然后这个腕托就可以卡住你的手臂了 在你拉这个瓶筋组的时候会很省力 如果你没有这个腕托的话 就要靠腕力把这个弓给固定住 这样会很累 当你横过来以后 用手固定组就握把 放上一颗钢珠 在皮兜里面 把这个皮兜拉到三下 一直拉到眼睛下面 眼睛下面这块颧骨 看到吗 颧骨 然后用准心瞄准目标物 就可以射击了 瞄准是怎么瞄准的呢 这样吧 我们看这个 从这里看一下这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四股瓶筋组 瞄准你最少要 把这四股瓶筋组重合 看起来 从视觉上看起来就是两股 因为它重合了这样才对齐了 然后这时候可以用上面的准心 瞄准目标物 比如说这个核对岸 这个有块 很脏的这个泡沫板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了 我们以它为目标物 真正的瞄准 从你的主观镜头看起来 应该是这样的 像这个距离大概十米左右 十米左右 应该可以用最上面的准心瞄准 大概就是这样 用这个准心瞄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释放皮都刚租出去 就可以打中 在二三十米外 则用不同的准心 二十米外 应该是要用到下面的准心了 三十米外应该才用到下面准心 再远四五十米 应该用最下端的准心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手猎弹弓 打击一些目标物 非常精准 像这样的手猎弹弓 基本上都能在下面安装一些 手电筒等其他的照明工具 下面都预留了一些电筒的夹具 可以把手电筒固定在下面 两款弹弓都有 在亨宝弹弓这里 甚至预留了它专用的手电筒 手电筒这个接口 但是我们这里是没有配置的 原装是没有配置的 需要另外购买 然后接下来我们试试这个弹弓的使用效果和精度 这两把弹弓对比一下 现在我们摆三明啤酒放在这个桌上 现在我们改用桌子摆啤酒了 不在桥上摆了 为了保护环境 然后我们在湖对面 对面的位置 作为弹弓的设计点 远距离设计这几个啤酒瓶 这个距离大概在 40米 40米不到吧 30多米 先使用王室的雷暴 弹弓设计三个啤酒瓶 然后我们改用亨布尔的云暴 大概在35米40米左右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40米外的地方河对岸 还能看见对面的三瓶啤酒吗 我们使用王室雷暴重心弹弓 设计的是三瓶啤酒 40米外 现在开始 第一瓶打掉了 哇 第二瓶也打掉了 还有一瓶 OK 三瓶全部爆了 可以看到 效果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们使用亨布尔 云暴弹弓 打击三瓶啤酒 搅拌 好嘞 这三瓶啤酒又摆上去了 看到吗 又摆上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试试这款 亨巴尔的云豹 土豪金手类弹弓 看它的使用效果和精度怎么样 打击这三十米四十米外 四十米外核对岸的三瓶啤酒 看使用效果 好第一瓶打爆掉了 又一瓶爆了 最后一瓶 哎呀 这三瓶啤酒都打到底部 全部塌掉了 我们过去看看 稍私 这瓶啤酒 这瓶啤酒 因为 那 我 我 都 那 前 轉身 Honor餅 餅 餅 鋪 鋪 餅 鋪 餅 鋪 鋪 鋪 看啊 乱糟糟的一团 两个弹弓的瞄点不一样 所以按照刚才第一把王室的瞄点 我打了很把 基本上都打在了这个瓶子的底部 打破的都是瓶子的底部可以看见 所以瞄点不一样 它们的弱点也会不一样 一团糟 接下来我要花点时间清理一下了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快结束了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玩弹弓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不能射杀小动物或其他的鸟类 在这里我们要提倡弹弓禁忌 那么别忘了对这两款弹弓感兴趣的 请加我们的微信号 我们的微信号是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